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涨价 不涨价吗 今年春运不涨 但是有些人就问了 说你要是这个票价不涨价 你的这个服务 春运服务会不会跟着也缩水呢 而且还有些人讲了 说这不涨价 他们说现在有一种什么快速列车 说实际上带来一什么问题呢 就是中转费用也高了 比方说火车提速了快了 好像说有些小站就不停了 对 那么这些人 他们要回家的话 他得先到那个大站 这里边他得有拆旅费 做大巴 做那种大巴的费 实际加起来 他觉得 对 也没便宜 那这个社会结构 他不可能为一个个人去设计 你怎么都会触动另外一个人的利益 就你怎么变 利益分配的问题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服务质量下降 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因为你人在这个短期时间 这么大的强度的拥挤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 就是很完善的解决这个问题 他这个下不下降 我觉得还有什么服务员根本就挤不到需要服务的人 没说没说 还不上服务了 已经 所以你看就是我觉得我们人这么多 当然这个中国有个结构问题 这春运 就比如说第一大家要过年 过年集中一段时期来回那么多人 我们的文化 对 第二呢就是 其实我们的人口流动 这是别的地方没有 你比如说钱 因为你还好解决 你比如说你可以去阿拉伯 撒地阿拉伯每年卖家朝圣 平常哪那么多人呢 突然间是成千上万人涌过来都睡帐篷 那你就规划好 我帐篷的地方在哪 各种的交通方法 你坐大巴的 坐小车的怎么样都给你弄好 你中国没办法 就不能够说临时加开铁路 加建铁路或什么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些疏散人群的方法 可以考虑 我跟你差点 这真是 就是说任何国家都没有这样的经历 就每年总有一个多月 海陆空的运量超过十个亿人次 就是说每天都在发生一次 敦克尔克大车退 二战的时候 都那个规模 是就等于说每年春节的时候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出行一次 那么所谓海陆空的 那空和海在这个数量中都可以不计 基本上都是陆地 陆地就是火车和汽车 我们今天汽车的运量要说起来 已经解决了火车很多问题 但是实在不能解决 就是半个城市半个城市的移动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城市外来人口 超过它的长途人口 这个很可怕 这半个城市要走掉 它肯定是这个问题 你只能等到什么 等到有一天 就是中国农村住的人 少于城市住的人了 就因为很多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 你看以前东京现代化的时候 日本现代化的时候 就是每次到什么时候 东京人也是拼命回家 但是当过了一两代 那些人开始觉得东京就是我的家了 我就是这个地方的人了 没有农村的或者乡村的连结跟概念的时候 就不用回去了 你只能 我觉得真的是中国只能等到有这么一天 就像他们的就是说 在网上流传一篇 我闹不清是真事 还是散文 说实在话 就是因为我看着 就是好多人在看 就说火车上的见闻 火车上的事 这个反映了中国这种流动人口的很多问题 说火车上有一个人 然后车长查票 这查票一拿说你就是儿童票 说你怎么儿童票呢 然后再这人说 我是残疾人 说你怎么残疾呢 他就把这个鞋脱下来 一看半个脚掌 没了 说残疾人 后来列车上说 这没用 你得有残疾人证 你得有残疾人证 你才可以买什么减免的 减价的票 然后这人说我是移民工 我在工地上劳动 被机器碾断了脚 我工头连钱都不给我 还什么残疾证 说没残疾证 说你有什么证 你攒住证有没有 也没有 这根本就是没证 可是眼睁睁看着就是残疾 然后说火车上也挺不良的 说火车员跟车长出主意 说咱怎么办 咱让他到前面铲煤去 干活 因为他搜光 太不像真实了 他身上也没钱 过去的事 他身上也没钱 车货铲煤了 所以我说有点像散文 也没钱 后来说车厢上引起了公愤 引起公愤 然后有个老头就跟车长说 说你不是男人 车长说我怎么不是男人 老头说你有证吗 你有男人证吗 你有男人证 你就是男人 是吧 就骂起来 我觉得他这个你要说他是散文 他这个故事里 就反映了有流动人口 这种居住证 散住证 种种的这种问题 所谓暗脏办事 所以火车上其实是什么人都有 我是这些年不怎么坐火车了 几乎不坐了 早年老坐火车 马先生你们大串联的时候免费 逃票做了多少回 我们坐那火车 那根本不是今天能想象的 比今天最挤的时候都挤 你想这火车免费了 你今天花钱还是这么急的 那是随便坐 你看这个椅子不是背靠背 我们为了增加乘坐率 椅子不能都冲钱 必须都是背靠背 这样多做人 很尴尬 你对面的人都不知道是谁 背靠背上面不是有个背吗 这背上都得躺一人 天 所有的背上都躺一人 我问您 马老师 我一直挺奇怪 当时是什么一种力量 驱使着你们要去这么大串联 是旅游吗 是为了旅游还是为了革命的理想 这是大致每个人都有的 但是也借机会旅游 因为在66年以前 坐火车是一个很奢侈的事 跟今天坐飞机的事 挤椅子倍上也很奢侈 大部分尤其年轻人 都没有机会坐这个火车 我第一次坐火车 是一个很奇怪的事 我第一次坐的火车 是我那时候小时候住空军大院 坐那火车 是巴的火车坐的 跟铁道游击队似的 那火车在我们那卸沙子 是货运的 然后为了想坐一段火车 我们好多孩子就上去了以后 跟除沙子的人就说 我们能不能坐一段 他说这一会开很老远 说有多远 说开20分钟 我们小时候认为 火车开20分钟不会太远 你知道吗 他后来说不让坐 你要坐 回家拿一毛指向张 然后我们就从家里 都一人拿一毛指向张 给他 这才让我们坐上去 我倒坐上去个惨 那火车不知开哪去了 我印象中是往东开了 那时候我们在西郊 往东开 开了以后到了人火车就停了 我们就下来了 下来顺着火车到要往回走 那会走了一天 而且是幸亏孩子多 要不然就忘了 因为火车在搬道岔 当你走到每个道岔的时候 都是大家站下来 凭记忆 甚至从哪个地方过来 因为孩子多么 当时都很兴奋 都巴着看 所以对沿途的所有的 很无聊的景色都记得很清楚 不是那条路 是那条路 然后就这么着 就走回来 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 好 铁道游击队 你们那时候 我很好奇 有没有像现在印度 他们那样子 他们不是常常就是坐火车 也是挤得很满 就坐车顶吗 你们那时候会坐车顶吗 那时候没有 没有 我没有 反正我坐过的火车 没人敢坐在那车顶上 但是这车厢里 是包括厕所 都是开着门的 厕所里 你不是不可以上厕所的 一个厕所里站着全人 根本没有任何服务 你甭皮服务 这是我跟你说 他说这个 让我想起我们小的时候 因为时装也是一个大战 我们的同学都出过这个事 说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小孩 胡说了 说去广州 知道火车一直往南开 说广州一下站 遍地都是香蕉林 北方小孩吃香蕉 那时候很难 就能摘香蕉吃 然后俩小孩 就是火车 缓慢开动的时候 啪就扒上去了 一个小孩上了前一车厢 一个小孩扒后一车厢 结果这个小孩 开到火车往南 开到邯郸 家长老师这家给叫回来了 叫回来 送回来 送回来才知道 第二个孩子 扒一下没扒住 火车那个轮子 大腿旗根碾断 要不是一个老铁路工人 他就死了 铁路工人看见 就拿钳子大铁丝 给他拧上 这不止血 送出去 昏过去之前还说 那孩子上去了 很多那时候的回忆 你想那时候八火车坐的 就是为了新鲜 没坐过 就跟前年有一个扒飞机的 不是坐在飞机起落架里 这是内涵 那这个很奇怪 你想让咱们上去 打死给多少钱都不敢上去 他就还没死 你想 那么高 最后又下来 就跟我们当时八火车都一个道理 你说最近我看一个 地下电视剧 叫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夜经拍的那个 看得挺入迷的 他那个作者其实暗示出这么一种感受 就是说他也感谢青春时代 因为那个时候 处于一个孩子 大人在闹革命 什么军管 说是孩子大解放 孩子也可以不上学 就是等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这帮孩子没有老师 没有这些就管着 跟小流氓似的想干嘛就干嘛 他反倒觉得时间过了之后再回想起来 那段青春呢 你相比之下 其实今天的孩子还在受着很多戕害 对不对 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问题 不过所有小时候你 很不好的回忆 现在回忆起来都很美好 对 想起很多见不得人的事 我还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有些人说 这次春运不涨价 他们附会的 就是说可能跟一个人有关 跟一个人打官司有关 这个人还引起争议 也有人说他是炒作 叫郝龙斌 不是郝龙斌是市长 他在这 郝尽松 青山岭上 进松 他是诉讼学的硕士 外号叫诉讼狂人 他起诉铁道部 说你多年春运涨价 不合理 不合理 当时你看我记载的是 8月29号 一审败诉 正属于审理期间 但是你看我跟你说 他这人诉讼狂人 他都诉讼什么 状告北京铁路局 火车参车不开发票 终审败诉 状告北京铁路局 火车退票不给发票 终审败诉 状告什么太原铁路分局 石上铁路分局 火车售票不给发票 不立案 状告北京铁路局 火车小推车售货 不给发票 胜诉 这赢了 状告什么太原铁路分局 车票代售点 停止售票 不告知 就是你停止售票 你不告诉我 让我们还哪排队 败诉 对 一审败诉 你说他就竟打 这种官司 专跟铁道部干上 人家说 因为他打这官司 引起了很多讨论 才使得好像国家 注意到春运涨价 但我觉得这不一定就是他的关系 但我觉得打这种官司很好 因为打官司是怎么回事 法律是死了 法律怎么样应用在生活之中 很多时候就要靠一个一个的官司 去澄清 靠案例 对 去解释这条法律 该怎么应用 然后有关部门 有时候才会警觉到 原来我干很多事是非法的 违法 你现在也是 很多的公务部门 政府部门 其实干了一些非法的事 自己都不知道 他不意识到法律的东西 有些事 我就觉得好像是法律才说得清 你比如说 最近听马先生还聊过开评费 你知道现在在我们大陆饭馆里 这你知道吧 就你自带酒水的开评费 有人也兴奏 大官司 就是告 你不该收我 赢了 赢了 退了 餐馆要把这100块钱退给他 所以他这个 这很奇怪 对很奇怪 所以你看刚才这个诉讼中 他基本上都是败诉的 事赢了 但是诉得败 这个诉讼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 我们对经济社会的一个认知 是有偏差的 我觉得包括法院的认知 如果法官要开过餐馆 他就知道这个钱应该收 因为你收的 他餐馆最重要的消费 一定不是有形的 是无形的 最重要的消费 就是你进来占有我这个空间了 我这空间 所有你看到的东西都不是白来的 就是装修 这钱我没法给你要 对不对 都在你吃喝当中了 而且餐饮中 这个酒水是很大的利润比例 这个全世界都一样 到哪儿都很实在 你可以不喝 你为什么喝要跑到里头喝 你出门喝完了 保值得尽了 对对对 没错 全世界都要收开评费 你想想看 当然 而且如果你 当然有的地方 他招来就说 我免收开评费 但是例外 这是例外 常规是收开评费 你想想看 如果我酒水是占我的利润 差不多三四成的 我如果可以让你 自吸酒水进来的话 我赚什么钱 那如果我能够 酒水都能带进来 你能不能说 比如说待会儿 如果我们去吃饭 我们说到你家饭馆 环境好 我们带点菜进去吃吧 就坐下来说 我们服务员 餐牌不用上了 我们这个有东西吃了 你说这行吗 对 而且它会扩大 如果你允许它这样的话 那么酒吧怎么生存 酒吧是卖酒的 我都自带了 你那瓶酒一定贵 我这瓶酒两块钱 你到那肯定15块20块 对不对 因为 因为中国人的常年的这种观念 就是因为我过去穷 一定对物质的东西很敏感 你比如说你请我吃肉 我们是觉得你到饭馆 你这瓶酒卖的太贵了 如果买你的 你一杯成倍的价钱 你可以不买 因为你现在不是一个霸王条款 不是说你必须买 你可以不喝 你如果有人很会吃饭 吃饭前不喝酒 一看什么菜便宜 什么菜合适 你知道餐馆里有些菜的利润很低 有的菜利润很高 他把高的全回避了 但有些人要面子 你比如我一来 鲍鱼鱼翅肯定是利润最高的 要点 为什么要请人吃饭 要公关 酒是哪个贵 点哪个 对不对 他就要的是这个 所以我跟你说 有的时候 这人能够坏到什么程度 就是道德底线的问题 我有朋友开过酒吧 你说你卖 他这个酒吧最后赚不到钱 为什么赚不到钱 后来他发现他不善管理 酒吧的服务员自己把自己的酒抬一箱子放柜台底下 客人要买酒 把自己的酒 那么客人人人都在喝酒 这一天没卖出几瓶 对 就像我们昨天 我才听谁说了 没错 把一个很有名的酒店 上面的商场卖的都是很贵的东西 名牌 名牌 他就跑到秀水街 倒些假货回来 换了这些真货 在这边卖 他说 我觉得真不知道是不是 要是真的 这太坏了 就是说高级商店里的服务员自己去买一个假货 放在这 把真货自个拿回家用 你说这 这个就完全在他服务当中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道德问题 他跟我们刚才谈的服务意识 还有一个差距 服务意识这一块 我觉得我们需要逐步的改善这种观念 对无形的东西尊重 你比如前两年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 很多人就听不懂 物质文化遗产 大家都很清楚说我们长城要设要这个故宫要申报 这都没有问题 人说那个古琴弹着那曲子要申报 大家说那事要是没人会弹那东西就没有 这种无形的东西 那我按他们这种说法 开瓶如果他认为不应该付的付钱 那对他就对蔑视了所有的无形的 无形有什么有服务 对吧 我开瓶收你钱是什么 我到你杯子里吧 这杯子是我买的吧 杯子菜了你赔吗 你不赔 磕一口你不赔吧 服务员菜了你也不赔吧 因为都有可能出现各种问题 所以他对无形的这种蔑视 是我们长久以来形成的一种民族观念 就是说一定要看到有形的东西 所以就导致我们愿意吃这种鲍鱼 这种看着这很物质的东西 然后你的环境再好 大家不愿意为此付钱 所以接下来一个就是歧视服务员 歧视服务员 对不对 服务员都是一个餐厅里面最贱的部分 是最低级的部分 就让人骂的 但你看去一些很好的餐厅吃饭 有时候你不只吃那个东西 就像你说的 他还要吃服务的素质 这个服务员他有什么态度对你 因为真正专业的服务员 他会让你感觉到他不是比你低级 我很专业 我用很专业的手法跟语言 跟你这个也很专业的吃客 我们在交流 这是个艺术 你怎么去跟服务员相处 我就在法国餐馆里见过人内服务员 真是特别特别可爱 你知道吗 比如说端这个盘子 你在外 你在前面挡着他录 他就模仿鸭子的叫声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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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他特别好玩 对 你比如说像有些很专业的 我吃过一些很高尚的那种法国餐厅 他们是怎么来做服务的 那些服务员就是 你也没看到他 回头他在哪 但是当你要需要的时候 他肯定在 他肯定在 他就来了 然后是神不知鬼不觉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现在很多地方吃饭喝白酒 喝白葡萄酒 这个葡萄酒 白葡萄酒不是得冰镇吗 但是冰镇它有个问题 它冰镇的太久 它就会过冰 那就不好了 所以呢好的那种餐厅 他服务要到什么程度 就是你吃着吃着 喝着杯白酒 好像有点太凉了 一瓶酒都看 那瓶酒就已经放出来了 不晓得什么时候 就搁在冰桶外头 再喝吃一会 他就回去了 你都不知道那个人是什么时候给你挪的 他到专业到这种程度 因为你尊重它 它就给你最好的服务 因为我们现在都不尊重服务 而且你说一个高级餐厅 它的这种气氛 这种环境 实际上是要收钱的 是吧 那当然 但是我们这个很朴实的人 我们都没这意识 凭什么 凭什么都 刚才文桃讲的是非常西化的 我跟你讲过去中国传统的管子 就是我们在说解放前 民国是 他有很多那种很老的服务员 他是要寄客人的 比如你一去说豆先生来了 豆先生上次来 有两礼拜了 他记得都非常清楚 然后你们家有什么婚丧嫁娶的事 他都可以跟你不失时机的聊几句 一定不会伤害你 然后他知道你带来的客人都是什么人 他给足了你的面子 这都是服务的要点 以前老北京馆子 对 他要寄客人 老北京文人都知道 那个时候的书店 都知道你要什么书 到了之后 送到你家里去 他这种 这种无形的服务 对 没错 所以服务意识 真是 我觉得咱们干这行 其实也是个服务 对 但是咱们的服务还处于发展中国家 随便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说这餐厅服务 我正想问问他 香港这新年 所有地方不准抽烟 对 餐厅酒吧都不能抽烟 我那天在报纸上看见一出 你现在在香港一个学校里 一老师你要想抽烟 你要步行走出校门 坐上一辆中巴 中巴大学 对 走半钟头走到一个无人的旷野 才能抽烟 对 没错 现在是餐厅近年之后 就出现一个奇景 香港他有些比较工厂区 或者怎么样 就是低下阶层多的地方 他那个茶餐厅本来就服务大众 东西很便宜 大伙在那边吃完饭赶得抽根烟 现在你去的时候 你就发现茶餐厅出现奇景了 就门口总是一排人 任何一个不抽烟的人 你说你不抽烟吧 他说很高兴 现在吃饭没有二手烟了 你首先得经过这个人墙 烟阵 然后茶餐厅他也要做买卖 他说都把烟民赶跑 那不行 于是他就把很多桌子堆到马路上去 因为露天可以抽 改大排档 对改大排档 所以现在有些奇景就是一个餐厅 他坐外头的人比坐里头的人多 你进去里头 没什么几个人坐里头 外头就一堆人在那一边抽我一边吃 那天我还听到黄秋生大表不满 黄秋生说这不是只能有女厕所 不能有男厕所了吗 然后抽烟的烟民 现在在吃饭的时候 整个习惯就完全都要变了 吃饭比以前快了 现在像我自己就是比以前快了 没错 你没办法 你也不能吃 我吃完了我赶紧出去 等我看到英国的报道 我想香港也是学英国 英国那个餐厅 第一步是有部分的餐厅宣布戒烟 戒烟以后一开始它是计算是它的营业量要下降 结果不降反升 那就表明他就是很多不抽烟的人都来了 因为他强调自主的健康权 有的人说你抽烟没关系 但是我不愿意吸这个二手烟 没错 你比如说我不抽烟 我就觉得烟太大了 我就扛不住了 如果烟小点的问题不大 我倒不是太在意 没错没错 所以还是马先生习惯好 他都不抽烟 您以前也抽吧 以前也不 我从来不抽 从来不抽烟 这还真实 那我们平常要是吃饭的时候餐厅里 我很想理解一下 就我们这些抽烟的人 我当然不是特有观的 但是我觉得一个 如果拍一张 我聊了 他们自己